的部分 那你的所有的障礙才能够清除 才能够进入它的清静当中 那有的人如果说 我在理解之后就能清静 就能直接清静出来 这个根气是有的 可是一般来讲 理解会有一个方向感 比如说我在分析这件事情 那你分析会有个理路 如果你没有办法回到空 那这个理路还在存在 也就是你理解出来的法还在 那如果这个法还在 你用法门 你用法门来收尾 比如你持受你拜佛 你念佛你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能够回到空 所以一个是在破这个心直 一个是在破心脏 这是障碍的脏 那我们对于一切诸法 都会生起执着 这叫心直 那种种的烦恼习气都会在涌现 那这些习气就是心脏 就是障碍的障碍 所以有的就是杂染的东西 你要用办法去剥开它 你理很清 可是你不大能够那么厉害的 能够把外界的这些剥开 这就要使用法门 所以今天仗着波蕾 最显密的功用 既然能破这个执着 也能够消除这个障碍 这样子才能彻底的发现真心 烦恼顿断 生死永了 就近成佛 实现度一切苦恶 远离颠倒梦想 这个就是这部经 这部心经修正的一大直去 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办法 这部心经修正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